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这些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 具有高度哲学思想的 这样一些文化的遗程 那我们作为后人 我们怎么去传承 我们怎么去敬畏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最早因为我是84年 进入重庆市设计院 04年出来 我就梦想能设计一个 能建造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 那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间 我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反映我们 作为一个重庆的建筑师 对重庆设计的理解 这个地点 我们觉得选择的也比较好 由于它是坡地 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坡地的那个风 就让我坚定了 要去做一个被动绿色建筑 我们这种建筑造型的产生 是突破了 传统建筑学教育意义上的造型模式 其出发点它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吸取重庆本土的地域建筑文化 我们说了很多年了 重庆的建筑地域文化 都收到一个吊脚楼 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坡地建筑 由于我们用的绿色外墙 应该说最本质的 最原始的 最低成本的这样一个呼吸师木墙 我们的春季 秋季可以开满鲜花 我们夏天 我们可以遮阴 我们的冬季 阳光可以造成起来 我们给这个建筑 带来了生命 对于绿色建筑 我们有一个 比较基本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做的绿色 我们首先是做被动绿色 被动绿色 我们理解的被动绿色 就是老天爷赐予给我们的自然的属性 阳光 雨水 风 地能 被动绿色方案的本质 就是 净为自然 顺其自然 而这些被动绿色 我们整个下来的成本 不到300万 而且它的运维 也很低成本 所谓运维的低成本 就是我们的可持续模式 也就是价值能够覆盖 你的运营成本的时候 你为什么又不用啊 这个作为一个企业 都必须考虑的 作为一个社会 也是必须考虑的 作为我们设计师 都必须知之以求的 为这个城市的可持续 为未来的城市运营 能够竞争于 能够差异于 其他不同的城市 我们产生我们的特质 因为城市的增量 未来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除了在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制造 但我们城市本身 能不能产生可持续 我们城市的本身 能不能产生竞争力 能不能盈利 那这就是一个课题 我们城市前面的地方 至於年 我们城市前面的 城市有关乱的 户属于 使用 越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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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